应该说马克龙还是如愿以偿了吧 他赌赢了 但是从第二个角度上讲 如果再过几年 比如说再过四年 因为2024年2027年 再过三年四年 如果左翼也没有任何起色 那么法国的选民就会 那我为什么不识一识极有意啊 这次法国的议会选举 是总统马克龙主动调起来的 是因为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后 他认为法国的选民 给法国的极有意义政党 国民联盟投入票数太高了 所以他认为这并不反映 实际上法国选民 对法国目前政治情况的分析和看法 所以他主动解散了国民议会 重新进行选举 然后应该说这一次重新选举的结果呢 实际上是符合马克龙的愿望 在这个法国的第二轮投票过程中间 最大的赢家是刚刚成立不久的 叫新人民阵线 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 左翼政党的联合体 第二位的是马克龙创建和领导的 叫复兴党 把这个国民联盟给从这个国民议会中间给挤出去了 变成第三的打倒 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应该说马克龙还是如愿以偿了吧 他赌赢了 但是从第二个角度上讲 这本身也不是对马克龙执政的一种认可 相反甚至是一种抗议 所以实际上证明 法国人还是对马克龙执政的 所谓中间派执政党 对他们的政策不满意 所以才会把这个所谓的极左派的这个选出来 然后既然现在这个政府上台了 那我们就看 未来这个法国政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其实未来的法国的政局 仍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局面 因为即使新人民阵线是议会里面最大的港 他的席位也不够半数 而且只是三分之一多一点 所以呢 他不足以组成一个政府 现在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呢 就是他与马克龙的这个复兴党联手 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共同执政 你要是联合政府的话 那么参加联合政府的各个党派 谁分什么席位 谁分什么部长 中间也会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摩擦 他的政策执行起来呢 也并非那么容易 还有一种办法呢 那就是他组成一个所谓少数派的政府 少数派的政府呢 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政府 因为你的方案会被其他的政党联合来推翻掉 另外呢 这个新左翼联盟嘛 也就是一个新人民阵线 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 它是由不屈法国 法国社会党 法国共和党 由这样的不同的这种党的议员组成的 所以他们之间本身的这个立场就有一定的差距 只是为了选举的需要他们团结起来 那么在真正的要讨论政策的时候 比如说 退休年龄啊 比如说用工的时间啊 比如说劳工的保护条件啊等等 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 往往就可能会四分五页 所以他的分裂的基础特别多 一旦设到具体提案的时候 可能这个议会的支持就很弱 你就基本上很难 有非常有利的改革措施出现 然后呢 这个事情就会拖拖拉拉拖下去 而法国如果不进行大的改革的话 它就很难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法国的经济一直没有起色 从上一次国际金融危机 就是2008年那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当时在危机爆发之前 的2007年 法国的总体的GDP 当时已经达到了2.8万亿美元 但是去年 2023年 法国的GDP 也是刚刚超过了3万亿美元 3万多 零点几 非常非常少 而这里边呢 因为这是拿民意GDP来计算 民意GDP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呢 那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呢 虽然民意GDP增长了 但是因为物价的上涨 所以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 甚至反而下降 在2008年 危机爆发的时候 还是萨克基在执政 当时是法国的传统右翼政府 在执政 然后后来因为危机 经济不振 所以呢 就把这个左翼政府 社会党政府选上来了 但是呢 这个奥朗德 2012年当选 到2017年下台 他五年社会党政府 仍然法国的经济没有起送 所以呢 法国的民众就把中间派 马克龙选了 但是在马克龙执政的这些年里边 法国的经济仍然没有起送 仍然还是很惨 法国是失去了十几年的经济增长 如果再过几年 比如说再过四年 因为2024年 2027年 再过三年 四年 如果左翼也没有任何起送 那么法国的选民就会 那我为什么不示意是极有意啊 也就是说目前法国这种形势 其实为三年之后的那场 法国总统的大选 做了一定的铺垫 而那个时候我觉得 可能法国的极右翼的领导人 可能机会会更大一点 Dive into thechinaacademy.org for detailed reports and analysis from the busines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orld of China